好的 所以邱老師說 我們先討論 華麗的小船選這樣的答案的媽媽 有可能踩到什麼陷阱呢 你看看小鎮派骨跟海鎮媽骨 是完美型媽媽 不輕易給孩子讚美 真的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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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可以不給小孩讚美嗎 其實沒有到這麼的誇張 應該是說我們說完美型的爸爸媽媽呢 其實通常個性表現上面 其實是自己 其實也會比較過度的完美主義 所以過度完美主義的時候 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對很多生活的秩序啦 細節啦 一些很多的重點 別人看不到的我們都會注意到 那因為這個關係呢 可是大人跟小孩的標準 是天差地別的 所以有的時候爸爸媽媽的讚美 可能很不容易 就是一下不小心 可能就會讓孩子覺得說 爸爸媽媽那個讚美的標準 好像是我達不到的 會有一點挫折感 那為什麼爸爸媽媽要特別注意 是因為孩子通常 就是像爸爸媽媽嘛對不對 我們自己是一個比較完美性格的爸爸媽媽 很有可能你的孩子 也是一個蠻追求完美 比較高敏感度的孩子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他自己也會很期望說 他自己要表現得很好 所以如果兩邊都是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你可能會引起孩子 他會比較焦慮 因為他一直覺得說 我現在做到這個了 我趕快往下一個目標 一直前進一直前進 那這個時候反而他在學習過程當中 很多熱情跟自信 反而有可能會因為這樣子 就是比較被消滅掉 就是我媽媽也是這一種 完美型媽媽 她永遠可以找到你做不好的事情 然後你做得好的事情 她覺得是應該的 然後你就覺得我一直提醒自己 不要成為這樣的媽媽 所以我一直能處在人格分裂 你知道嗎 後面有功課拿來 然後比如說那一天 前兩天才發生的事情 有一天他功課拿回來 聯絡簿拿回來 然後我在幫他檢查錯字 然後他就抄了一個就是說 劣勢數學習作劣勢 要列出一個算式 他試多了一撇 我就說妹妹那個試寫錯 你等一下要記得改喔 他就去改了 改完回來隔天聯絡簿上面老師說 數學習作定證錯誤未劣勢 我就說妹妹 我媽媽不是提醒你說 你看數學習作劣勢的試寫錯 你沒有看到這一條作業嗎 你怎麼沒有劣勢呢 然後後來我就說 你要注意 你每次自己看你的落步 你要注意這些細節 我說現在媽媽把這些全權交給你 我不會再去幫你檢查每樣功課 你自己要負責 然後他就去收書包 收書包當下我看著他的背影 我就開始後悔了 然後你知道我就會覺得 自己又再加幾片落葉 就覺得他真的很可憐 然後後來他洗完澡之後 我回來到床上我就說 但媽媽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下次要多多小心好不好 有晚舊了 所以我每一天都在人格等夜 一直提醒自己不要變成這樣嗎 可是卻又這樣 海盾媽妳是這樣的嗎 對啊我覺得這太準了 因為我就是這樣子的媽媽 我是自我要求比較高 就是我會帶海盾去菜市場 那去菜市場的時候那個 非常地姐姐跟阿姨都會說 這個長得好可愛 以後長大不得了 然後我回家喔 我會跟他說 那個長相是天生的 不是你努力來的 我怕會有一些偏差 偏見 可是這樣也是就是 我覺得我們這樣子很完美的要求 小孩多少也是會有一些完美傾向 他戒尿布 才兩三歲戒尿布 他可以第二天就成功了 是被你逼的 喔 他還說我邀請很高 對我是有點覺得嚇到 所以我自己有在調整 但結果這個測驗出來還是 還是 好啦至少我們可以有自己的自我意識 好來看看選二的是 來這二有誰 喜喜 喜喜來 太陽彩雲 好如果選擇太陽彩雲的爸爸媽媽呢 我們會說可能會有一點像空轉型 那空轉型的意思就是說 有可能有時候會那個多頭馬車的那種 就是很多方向 所以呢 第一個就是可能要把握 就是立即當下的讚美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說 這個類型的爸爸媽媽有的時候 因為你是在等著看的後面的結果 所以有的時候會忘記 肯定孩子他願意做的當下 像這個類型的爸爸媽媽 因為你一直在找他 下一步要往哪裡去對不對 所以有的時候孩子他就知道說 爸爸媽媽 所以如果後來結果我有可能會失敗 我不能拿第一或者是什麼的 他有可能就會選擇比較逃兵 可是這個戳法差一點點差很多 妳是這樣的媽媽嗎 像小朋友常常會從學校帶一些美容作品回來 他就會很高興拿來說 媽咪你看這是我今天在學校做的 我覺得是我們做得最好的 那可能當下我就在忙 我就會說 嗯 做得好 喔 但是其實真的很敷業 對 小孩子也很敏感 他馬上就說可是媽咪 你根本就沒有轉過來認真看我的作品 對 然後其實我才發現說 其實這時候小孩子根本就只是想要我去 了解他做這個作品的時候有多認真 對 所以真的是這樣 學三的是誰 小樹與松鼠是五寶媽對不對 來看一下囉 你是什麼樣的 壓力型媽媽 淡美都會要求小孩更好 就像你剛剛講的那一種嗎 是不是用在沒達到有沒有 對 對 像第三個類型的壓力型的爸爸媽媽 那我們會說 其實他對孩子呢 就是會特別擔心孩子的表現不如預期 所以有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我們自己的心中的期待 是因為你覺得孩子的表現 是在幫自己打成績 最常見的就是說 欸 今天你表現不錯 啊 如果你每天都這樣就好 喔 對不對 然後還有再來更極端一點的 有可能會說 這個明明你會嘛 那為什麼你以前不要這樣做 喔 就是你可能會連帶著 就那個讚美完之後 就會附帶著一句 是你心中的OS 可是這個OS就會傳達給孩子 覺得說 你到底是覺得為我驕傲 還是你覺得我做的不夠好 嗯 會讓孩子產生這種很難受的心態 對啊 因為你講錯一句 可是他有很多小孩都要稱讚 這很累欸 老實說 剛剛你講的全重 因為我每一句都有講過 真的 為什麼壓力行 因為我跟公婆同住 喔喔 我壓力可能 他們一家十口人 對 我一定要他們有表現得好 讓我公婆有感受到 不然如果他們表現得不好 那我公婆可能會以為 你是怎麼在家帶小 小孩的 像小一的大寶 他的作業 樹里他做得還蠻快的 我會誇獎他的時候 我就會說 哇 我覺得你的功課做得很棒又很快 欸 但是 妹妹的話都還要媽媽教 好麻煩喔 我都會還會附帶一個 可是小朋友都會在那裡 妹妹好傷心 可是 對 我就真的 因為我會誇 因為我只是想誇獎說 欸 你比妹妹的樹里還要厲害 對 對 我會多拉一個人進來說 那可是每個小朋友專長不一樣 像 如果是妹妹她的畫作 她美術天分比較好 那我在誇獎妹妹的時候 我就說 哇 天啊 妳畫得超厲害的欸 真的是 超棒的 我覺得妳以後會變畫家 可是 姐姐好像就沒畫得這麼好 喔 很嚴重 對啊 為什麼 妳就兩個都不開心欸 我就只是想說 妳受著五個小孩之間的嫌棄 妳開心嗎 因為 因為我誇獎過 姐姐的樹里很強啊 然後 妹妹 我就想要跟她凸顯一個 妳比姐姐還是妹妹還要厲害的地方 我只是想要誇獎她的強項嘛 我是故意的 我是故意的 哎呀 慢慢改進 慢慢學習 我努力 好 我們來看看最後一個 安東媽選的花園小屋 來 欸咻 權威型媽媽 不給讚美 只給食肢鼓勵 食肢獎勵 什麼意思 花園小屋呢 就是 其實選擇這個類型的爸爸媽媽 其實比較權威型 那權威型呢 其實不一定就是威權 就是權威的話 其實是爸爸媽媽希望說 覺得說 我們父母跟孩子 其實是有一個 上下關係的一個這樣子的形象 當孩子有一些 他如果一直在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長大的時候 他有可能會變得比較公立一些 因為可能到後來他寫功課啊 或者是什麼的 他就想說 那這樣我就跟你提出來 如果我幾分鐘之內就寫到 你會不會給我什麼東西 對 因為他覺得說 你平常就是用這樣子來跟我談的啊 那爸爸媽媽的那個愛跟關心 反而就被他忽略了 不過這邊呢 我可以給爸爸媽媽一個 就是 一個參考 就是我看我有一本書 那本書叫 《十二個孩子的老爹商學院》 然後這本書很有趣 那個寫作的那個人 就是爸爸呢 他是一個效率專家 媽媽是心理學博士 他們平常偶爾就會收集一些小東西 對 然後呢 譬如說 突然心血來潮 然後就把孩子叫做交到面前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把眼睛閉上 然後這個時候 他可能買那東西 只個小扭蛋啊 或是口香糖啊 或是小文具 然後這個時候 你就跟孩子講說 你告訴我 你今天 你做過了什麼好的事情 對